這是我們最後在土耳其的旅程 一三堡是壓軸 這比土耳其烤肉好多耶 哇~~這個頂也太美了吧 嘿嘿嘿 可愛 可愛死了 伊斯蘭教可以有四個老婆 拜占庭時期的建築藝術 有一種很神秘的感覺耶 我覺得來試這個土耳其自助餐還不錯耶 因為可以一次吃到他們比較 我們現在在SMW這個機場 我們剛剛還完車了 然後現在在機場這邊準備搭公車回市區 到Toxin Square 然後在Toxin Square那邊在坐Bus 去我們Airbnb的住宿 他這邊坐巴士呢是直接你先上車 上車之後直接跟你收現金 一個67.5 Toxin Square 我們終於終於花了大概兩個小時多的時間 從機場還車然後機場坐Bus到Toxin Square 然後再從Toxin再坐Bus來到Airbnb 終於到了 我們在那個Fatia Fatia Fatia 這邊的Airbnb 還不錯喔 給大家Room tour一下 然後這邊右邊這裡就是客廳了 客廳也是有點小裝潢 有點溫馨 找一個溫馨路線的 電視還挺大的 我看到很多的電視都很小 對 他沙發有兩個沙發 有一個冷氣 對這是假的書耶 對 搞得很像是樣品屋一樣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櫥櫃 他廁所還不錯看起來是有點裝潢的 也是乾濕分離 然後 還有一個馬桶 廚房 哇很乾淨耶 這是明火的有四個爐 然後臭煙機 洗衣機在這裡 這是房間 欸房間很不錯耶 這就是我們這次住Airbnb的地方了 我們住七個晚上 總共是300塊美金 所有的服務費啊 那個還有清理費什麼的 全部含在裡面了 對算是還OK 還OK 乾淨 設施也很不錯 雖然他的距離 這個就是在舊城區邊邊 不過我覺得這個 住起來還是比較舒適的 那我們就休息一下 可能洗個衣服什麼之類的 因為在這邊七個晚上 這是我們最後在土耳其的旅程 算是重點中的重點了 我們放在最後 壓軸 對 伊斯坦寶是壓軸 很期待 很期待 快五點了 我們現在要出來秘食 早晚餐了 這是我們住的附近 非常熱鬧的一個區域耶 感覺是當地人居多的樣子 有點混亂 有點混亂 而且呢我們覺得呢 伊斯坦寶的物價反而比較低耶 其他城市都還低 牛肉廟來了 哇看起來色香味俱全耶 我們現在在那個 新疆餐廳 就是維吾爾族的餐廳 我昨天在滑那個小屋書的時候呢 看到有人推薦 我還蠻驚訝的 就是土耳其這邊竟然有 一些維吾爾族人的餐廳 然後好像還蠻熱門的 對大家評價都非常好 我想說好今天一定要來試試看 而且家味也不貴耶 他這樣子一碗 雖然是小小碗的 可是這樣是七十嗎 七十里拉 烤羊肉碰 一串是四十五里拉 如何 很嫩啊 很嫩耶 很好吃耶 這比土耳其烤肉好吃很多耶 土耳其烤肉 就是很乾很柴 然後他們出眾好像是比較多香料的部分 老師這個有推薦 下一道來了 這個是什麼 墨油 撈麵 這一個好像是九十里拉 哇他這個麵好吃耶 是我喜歡的那種熟炸麵超級有筋性的 看得出來 他麵條有出有氣就是自己熟炸的 牛肉麵我覺得也OK 味道也是好吃的 所以整體來講 這是很不錯的一餐 這條好好吃喔 喔他有賣這樣子一盒的辣 哇 看起來好好吃喔 我來買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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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morning 大家 今天是在 伊斯坦布爾的第二天 等於算是我們正式的出來的第一天了 因為昨天去沒沒去什麼地方 就只有出去吃個東西 買超市買東西這樣而已 今天要開始正式的來玩伊斯坦布爾了 然後我們今天的第一站 對就是給最重要的最著名的 最世界超級大景點的就是這個藍色清真寺 然後從我們住宿的地方 搭那個tram大概20分鐘 就到了 一條線 OK 我們要接近了 可是他怎麼感覺旁邊有一點在 做整修的樣子 我已經有準備好 這個了 女生呢有規定服裝要帶頭巾的 男生也要穿長褲 褲子 男生也有耶 男生也有耶 貼心 幹的 我就不用穿 我不用穿長褲了 你不能漏胳膊 是耶 而且不用錢的樣子耶 他完全沒有寫價錢啊 OK Let's go 哈哈 哇 這個頂也太美了吧 哇 我以為這個很經歷輝光 有點俗的感覺 可是他這個很輕優味 對啊 很輕的感覺 對 不會給你那種很土豪的感覺 對啊 啊 而且他顏色灰色我很喜歡耶 很淡 對 然後不是那種很什麼 太飽滿的顏色 就是土耳其藍 對這種就是土耳其藍加一點點的 磚紅色嗎 很好看 不過我覺得人很多 少了一點那種Piece的感覺 這個藍色青森寺呢 最有名的就是他有六根軒尼塔 一般來講只有四根 五片說法是建築師聽錯了書單的指令 將黃金聽成了六這個數字 所以就變成這個美麗的錯誤 他可以裡面可以同時容納三千五百人做禮拜 然後在熱門的時期的時候 你光排進來的隊伍就要排半個小時以上 不過我覺得非常值得進來耶 裡面真的完完全全會給你一種震撼的感覺 然後他這個藍色青森寺的那個十字型縫頂 開有兩百六十扇 以彩繪玻璃為色窗 然後牆面有兩萬多塊 從伊斯尼克運來 當時最奢華最難製作的寶藍色彩釉瓷磚 這邊竟然有古蘭金耶 中文版 要改教了 對 現在要變成伊斯尺教了 對 伊斯蘭教可以有四個老婆 喔四喔 對 沒有關係你還是大的 大的有信用卡權利還有房住大房的權利 這裏面有這樣的車嗎 他上面有講有四個老婆的權利嗎 也沒有吧 外觀就感覺還蠻低調的 這個很值得來很值得來 一定要進去看一下 太美了 裡面很美 OK我們現在要來去第二個點了 就是 Haja Sophia 這個清真寺呢 其實比藍色清真寺還要再更古老一點 這是一個混血清真寺 對 他的那個故事還挺多 他原本一開始是教堂 後來變清真寺 後來再變博物館 最後現在在2020年的時候 又變回了清真寺 他就在藍色清真寺的對面而已 剛剛在這兒 對你看有六個那個 宣禮塔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這個 蘇菲亞清真寺 這個他叫Sophia 進來竟然需要 安全欸 對剛剛來這清真寺還沒有 也是非常多人 進來囉 哇這邊感覺完完全全不一樣欸 他整個顏色還有整個裝飾嗎 來跟大家科普一下 那個藍色清真寺呢 他是在1616年的時候建成的 聖索菲亞清真寺 是在532年之後建成的 所以在那個藍色清真寺 建成之前呢 這個聖索菲亞清真寺 算是土耳其最大的清真寺 這個圓頂有高達33公尺 直徑喔 直徑高達33公尺 然後這整個高度有55公尺高 然後裡面呢 貼滿了馬賽克磚 所以完完全全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敗戰亭時期的建築藝術 哈哈開心的寶寶 阿瑞他還硬要帶著這個可蘭金回去 一個中乳一個衣物 還說可以當作禮物送人 誰要啊 對這個還有那個基督教的壁畫還留著 保留還滿完整的 沒有被那個伊斯蘭教給破壞 OK我們從哈加索菲亞出來了 他的外觀其實有點斑駁耶 有點整個褪色的 然後看起來滿舊的 然後現在哇整個那個隊伍已經排到那後面去了 哇整個超長的隊伍耶 進去的隊伍超長的 我們現在要去地下水工了 哇非常熱門的一個點耶 總共買票進來就等了應該有20分鐘了 的隊伍 我們現在在那個地下水工這邊 他是沒有在那個Museum Pass裡面的 你要另外買 然後現在的票價呢是350里啦 差不多就是600台幣左右 滿貴的耶其實 這地下水工以前是一個蓄水池來著 裡面也有很多錢幣耶 大家當許願池在用 下面還滿涼爽的 哇 有種很神秘的感覺耶 耶寶貝 寶貝你好開心啊 這地下水道是建於1902年的時候 East他們好像還滿多個地下水工的 不只這一個 很高的地下水工 我就算是這個地下水工的重點之一的 就是這個美肚山的土地 這個就是建設的 這條好熱鬧喔 好多餐廳的感覺耶 這一條 看起來好好吃喔 下面其實都有價位 只是我們不知道什麼東西是什麼 要用翻譯的 牛肉 雞肉 然後這是米包 跟一個飯 總共是287塊錢 就出來看看這邊的自助餐是怎麼樣 我覺得來試這個土耳其自助餐還不錯耶 因為可以一次吃到他們比較道地的土耳其的料理 這也是我們在餐廳比較少看到的 這米包它上面是有一層的馬鈴薯泥 然後再蓋起司 下去烤 還蠻特別的 中間那個很像咖哩雞的東西 就不是咖哩 吃起來酸酸的 然後蠻鹹的就是了 現在要來試吃這個 嗯 土耳其的傳統甜點 我們現在已經回來到民宿了 對 早早的回來休息 邊看YouTube 哇 很棒 它這一家的那個包裝啊 非常的精緻耶 所以很多人會拿來送你 我看買這樣 兩樣東西 就要68塊 等於台幣是快100塊吧 快100塊 對 不便宜耶 現在來試吃一下 我連這個茶都已經準備好了 應該蠻甜的 它是脆皮的耶 然後裡面全部是開心果 我覺得還不錯耶 它那個什麼開心果做成的那個 那種蜜糖啊 其實非常多 它有各種款式 各種形式做成的 然後我選的這個是有點脆皮的 可以吃得到那個開心果顆粒的 然後我覺得它是甜 第一口吃進去是甜的 可是你咬久之後 它其實沒有甜進去到裡面 所以不會覺得很膩 還行耶 另外一個是Warner 核桃的糖 這也是用酥皮去包 這個是用酥皮去包覆它 然後它裡面也是滿滿的 都是Warner 也是不錯吃 感覺都很適合配那個茶 我這兩樣東西啊 總共是68塊嘛 然後我們巷口的那間烤雞店 它半隻雞才60塊 整隻雞75塊 對 我買這一盒 那個月曜馨付錢的時候 對 他說這是一隻雞的價錢 接近一隻雞的價錢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對 今天也是滿充實的 明天呢 不知道要去哪邊 不過我們還有好多天 對還有好多天 那就先到這邊囉 掰掰 明天見 就是這隻雞的那種 哇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